干了20年的家电销售 来告诉你七大家电首选品牌的选购建议 一 电视 追求体验感 首选没有开机广告的 国外的有三星 索尼和LG 当然 进口品牌溢价也高 国内的有华为 荣耀和雷鸟 其中 雷鸟是TCL的子品牌 追求性价比 首选海信TCL 在画质方面都有自身过硬的技术支撑 小米虽价格便宜 但它是典型的广告机 而且故障率高 建议谨慎入手 二 冰箱 就国内的销量来看 推荐海尔 美帝和荣生 这几个品牌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 性价比比较高 质量和口碑也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 在净卫保鲜技术上也足够优秀 比如海尔的Dale净卫和足养干尸分储 美帝的微精一周先技术 荣生的离子净卫技术等 当然 进口西门子和博士也不错 但价格也真的贵 三 洗衣机 追求品质选西门子 博士和LG 其中 西门子主打亲民路线 博士主攻高端 但其实国内机型 技术方面都是共享的 LG是直驱电机的鼻祖 在脱水找平衡方面 也要优于其他品牌 但被网友吐槽售后方面不行 国内的性价比品牌 玄海尔 美帝和小天鹅 小天鹅水魔方系列销量最高 核心技术也多 建议考虑首选 四 空调 中央空调首选三菱电机 大金和日利 作为中央空调的三大巨头 都有自己的压缩机专利技术 质量和品质是没得说 可惜都是热货 价格也略贵 国内挂机 当然就是格力了 质量和口碑不用多说 故障率也低 美帝这两年发展迅猛 线上线下销量一度超过格力 但质量确实不如格力 追求性价比的 可以考虑科隆 华林和奥克斯 五 燃气热水器 要说口碑和质量 还得看零内和能力 毕竟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和老二 这两个品牌是追求品质的不二之选 当然原装进口的百勒满 性能也很好 但和LG一样的毛病 国内售后问题大 追求性价比的 选万和和万加勒 他俩是国内的老燃气品牌了 技术虽不及日产 但胜在口碑售后好 价格实惠 六 电热水器 就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 还是海尔和美帝 常年霸榜前二 电热水器自身也没什么技术 所以品牌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当然 AO史密斯是这个领域绕不开的品牌 毕竟是技术领先者 其中金贵内胆 金贵加热棒也是最优秀的材质 但品牌一架也是有的 另外质量均衡 性价比高的 还有万加勒和万和 七 烟机造具 这个领域的龙头品牌 就是大家熟知的方泰和老板 占据了市场60%的份额 不论是产品性能 品控和售后服务方面 都做得很到位 当然 一线品牌的劣势是价格偏贵 特别是中高端产品线溢价高 222 2 2 4